嘿 好久不見 我是提姆哥 今天呢 我們來聊自動駕駛喔 你可能會聽過一句話叫做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但是我覺得這句話要改一下喔 科技始終來自於肚子 哈哈哈哈 我們人類啊 就是因為太懶 所以呢 不斷的把很多東西都不停的自動化喔 我們現在的生活當中啊 有很多自動化的東西 比如說 洗衣機啊 掃地機啊 還有洗碗機啊 之類的喔 那麼 自動化這件事情呢 其實也不單純是因為人類懶啦 自動化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一個效率的提升喔 所以呢 它對文明的發展呢 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喔 劍橋大學有一位教授呢 叫做哈君章 他是一位韓國人喔 他曾經說過啊 洗衣機呢 帶來的影響 比網際網路還要大喔 這句話聽起來呢 有一點誇張 但其實也沒有跟事實相差太遠喔 巧的是呢 在瑞典呢 有一位統計學家 叫做漢斯羅斯林喔 他也曾經說過 他說 洗衣機呢 是工業革命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喔 這位漢斯博士啊 其實也是一位神人喔 他曾經入選過 時代雜誌的2012年的百大人物喔 而且他同時還是一個無國界的醫生喔 那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技能 就是 哈哈 他會吞劍 哈哈哈哈 好 那麼他為什麼會說洗衣機是最偉大的發明呢 是因為他在非洲行醫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在非洲當地其實有很多的家庭 到了現在都還沒有洗衣機 所以這些家庭每週要花超過20個小時的時間 在洗衣服這件事情上面 那麼洗衣機的出現就解放了這些婦女的時間 讓他們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他們可以去工作 那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市場之後 就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貢獻 所以說洗衣機的出現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經濟 其實一點都不是開玩笑的 那麼我們用同樣的脈絡去看開車這件事情 就可以理解自動駕駛的重要性 根據美國聯邦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一份報告 在美國有2.2億人有駕駛執照 那這些人在一年之內總共會開5億公里的路 這些...這個距離能夠繞地球12,500圈 不愧是全世界最愛開車的民族 在美國平均每個家庭會有2台車 那麼有35%的家庭會有3台車以上 那不要提像是鋼鐵人 或者是說其他很有錢的家庭都有10幾台車 那麼以全世界的平均來講 一個人的一生會花大概4.5年的時間在車子上面 不管是開車還是坐車都一樣 那麼我們之前有提過 其實通勤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沒有生產力的事情 如果你是搭車的話還好 因為你可以聽個音樂 可以看個影片或是聽個Podcast看看書 可是如果你自己開車的話就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你手必須要握在方向盤上面的 你必須要專心的開車 所以一旦自動駕駛普及了之後 就可以把這些人從開車的束縛當中解放出來 就像洗衣機當初解放這些非洲婦女一樣 只是這樣子的解放 對社會有什麼額外的價值會產生呢? 我個人是此官網態度啦 為什麼呢? 只要你去看看現在捷運上面的人都在幹什麼就知道了 可能YouTube的廣告費會賺得更多啦 好 那麼再來呢我們就來介紹一下自動駕駛喔 目前公認的分類標準呢 是由國際汽車工程師協會所制定的喔 按照汽車不同的自動程度呢 分成六個等級喔 D0級 人工駕駛 基本上呢你自己去開車就是人工駕駛 所以現在呢滿街的車子基本上都是D0級的車子喔 再來第一級 輔助駕駛喔 基本上能夠讓你稍微開得輕鬆一點的功能呢 都屬於輔助駕駛喔 比如說現在的車子呢 大部分都會配備一個叫做定速巡航的功能喔 這個功能呢就是 當你的車子開到一定的速度的時候呢 你把這個定速巡航的功能打開 那這個車子呢就會在這個一定的速度裡面呢 自動往前開喔 那你就不用一直去踩著油門 你可以讓你的腳稍微放鬆一下 或者是說你可以滑個手機 開玩笑的喔 不能滑手機喔 很危險喔 是犯法的喔 所以要小心喔 好 進入到等級2 部分自動駕駛喔 這個等級呢又稱作進階的輔助駕駛喔 這個也是目前各大車廠啊 廣告打最兇的部分喔 等級2的自動駕駛車輛呢 在特定的情況之下啊 可以直接控制你的車子喔 什麼是特定的情況啊 就是比如說像在平穩行駛的高速公路上面喔 這個跟之前的那個 定速續航有一點像喔 那麼等級2的車子呢 它可以控制你的方向盤 而且還可以幫你加速幫你減速之類的喔 那麼再進階一點呢 它可以幫你自動停車 然後還有自動的跟車 或者是幫你自動的變換車道喔 現在其實各大車廠啊 像是特斯拉還有福斯、B&W、賓士、本田、豐田之類的車廠呢 他們的汽車呢 其實都已經支援等級2的輔助駕駛功能了 好再來是等級3 有條件自動駕駛喔 從等級2到等級3呢 是一個技術的大躍進喔 基本上是屬於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喔 從等級3開始呢 駕駛的雙手就可以完全離開方向盤 不需要抓著 那麼你也可以不用看路喔 一旦等級3的自動駕駛開啟之後呢 你就可以轉頭跟其他人聊天啊 或者是看看報紙啊 或者是滑滑手機啊 這一次是真的喔 沒有開玩笑 你真的可以滑手機喔 但是呢 你的人還是要坐在駕駛座上面喔 不能離開喔 那麼具體來說呢 等級3的自動駕駛可以做什麼呢 比如說它會自動超車 它會自己判斷超車的時機跟速度喔 那或者是呢 當車子行進的時候呢 它看到前方有障礙物 它會繞過去 然後再回到原本的車道喔 這些東西呢 都是等級2的駕駛喔 所做不到的喔 那麼等級3的自動駕駛呢 其實還是必須要在特定的條件之下喔 才能夠運作喔 當車子遇到它自己無法判斷的情況的時候呢 坐在駕駛座上的這個人呢 還是要馬上接手控制喔 比如說它發現後方有一輛 救護車快速的接近的時候呢 它會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趕快接手喔 或者是說 車子開一開 然後它發現 欸 前面怎麼沒路了 那它就會把車子還給你 叫你自己開 那麼目前呢 你在路上呢 很少會看到等級3的自動駕駛車喔 這個主要不是因為技術問題喔 是法規問題喔 在目前大多數國家的法規裡面呢 司機的雙手必須要放在方向盤上面 否則就是違法喔 即使你的車子是等級3的自動駕駛車 也是一樣的喔 那麼目前啊 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法令喔 允許等級3的自動駕駛車上路的國家 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就是入圍 日本呢 早在2020年的4月啊 就通過法令喔 允許等級3的自動駕駛車上路喔 所以呢 在隔年的2021年3月啊 本田公司喔 就推出了一台 等級3的自動駕駛車 叫做Legend 傳奇 喔 那搭配它這名 搭配他們家自己的自動駕駛系統喔 叫做 Traffic Jam Pilot 中文翻譯呢 叫做 塞車導航 我一直覺得 這麼霸氣的車輛啊 怎麼會配上一個這麼可愛的 自動導航的系統名稱呢 好 那麼這一台Legend呢 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等級3自動駕駛車輛喔 一旦呢 自動駕駛開啟了之後呢 駕駛就可以把雙手 從方向盤上面移開 去看報紙啊 滑手機啊之類的喔 不過呢 這一台車目前呢 是不賣的 它只能用租的 而且呢 限量100台 日本人最喜歡搞限量的嘛 那麼你只要花 1000億台灣日元呢 你可以開這台車開3年 那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呢 3年之後你可以把車子還給公司 那為什麼本田要這樣子賣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個人是覺得啦 有點像是在幫公司做測試的感覺 所以要不要買呢 你就要好好考慮 那麼日本的法規會走比較快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喔 日本是一個高度高齡化的社會 目前啊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啊 達到了29% 全世界第一名 那麼在很多偏鄉的地方呢 都沒有計程車司機喔 所以啊他們急需自動駕駛來填補這些勞動力的缺口 那麼其實也不只是司機啦 他們其實各個產業都缺工 所以呢 日本同時也是一個機器人產業最發達的國家喔 在很多的飯店啊 旅館啊 還有餐廳啊 之類的地方 其實都已經無人化了喔 進去裡面呢 就一個機器人 然後在那邊看櫃檯 然後你就跟他互動這樣子 好 接下來 第四集高度自動駕駛喔 再往下一個級別進化呢 又是一個全新的境界喔 我個人覺得啊 要理解等級4的自動駕駛車輛啊 可以透過一部電影 叫做 《機械公迪》喔 有些地方的翻譯叫做 《我機器人》 有些地方的翻譯呢 叫做《智能叛變》喔 那個裡面的主角啊 威爾使命是開的那個車喔 就是等級4的自動駕駛喔 這個等級的車子呢 基本上已經完全不需要司機的存在喔 裡面的AI呢 可以處理絕大多數複雜的路況喔 不過呢 它還是保留了人類的駕駛 接手的機制喔 因為呢 還是有那麼 5% 10%的機率呢 會遇到人工智能 無法處理的狀態喔 所以啊 等級4的自動駕駛車 裡面的方向盤跟油門呢 可能平時都是藏起來的 都看不到喔 那緊急狀況的時候呢 才會突然彈出來喔 但是呢 方向盤必須存在 不能夠移除喔 那麼目前啊 全世界啊 幾間最先進的在研發自動駕駛的公司呢 比如說 Google的Waymo公司 他們的車子呢 就是等級4的自動駕駛喔 其實早在2018年的12月啊 他們就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喔 開始營運他們的無人計程車服務 叫做Waymo One 那這個Waymo One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無人版的Uber喔 你一樣啊 就是拿著APP叫車喔 那當這個車子過來的時候呢 你就坐進它的後座 這時候你會看到呢 這個駕駛座完全沒有人 然後那個方向盤就在那邊轉啊轉啊 有點可怕喔 那它的後座呢 就會有一個螢幕 它會讓你看到就是說 這台車現在呢 所偵測到的其他車輛 然後還有它周遭的環境啊 還有呢這台車會走的路線喔 等等的 那這個Waymo One呢 其實已經營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喔 從2018年到現在嗎 那麼說到這邊呢 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喔 既然啊 等級4的無人計程車服務啊 已經營運了這麼久 為什麼就沒有人去賣這個 等級4的無人車呢 難道又是因為法規的問題嗎 法規上面當然是 可能目前還沒有這麼先進啊 不過真正的原因呢 是因為 Waymo One其實是一個有條件的服務喔 這個Waymo One呢 的第一個條件呢就是 它必須要在特定的地方 才有辦法營運喔 Waymo的團隊呢在選定程式之後呢 它會派出一組人馬喔 去掃描當地的街景喔 不是一般的街景喔 是非常詳細的街景喔 所有的樹啊 燈柱啊 路口啊 什麼東西通通都要掃描進去喔 然後製作出一個非常精確的地圖喔 那麼接著呢 AI就會基於這一份非常精確的地圖呢 去做不停的測試喔 那這些測試的範圍呢就包含 比如說 每一個路口紅綠燈的間距時間是多少啦 或者是說不同時段的車流量呢 是多還是少的喔 透過這樣子不斷的學習呢 才能夠讓AI做出更精確的判斷喔 所以嚴格來說啊 Waymo營運的地區喔 並不是在整個大鳳凰城地區喔 而是在鳳凰城東南方的一個小城市喔 叫做Chandler 那麼第二個原因呢就是 Waymo1其實沒有真的這麼無人化喔 在美國呢 有一個人叫做Joe Johnson 他在2019年的時候呢 是一個大學生喔 他同時也是一名專業的Waymo1測試員 他說Waymo1沒有附險給他啦 他就是特別愛搭Waymo 他在兩年的時間之內啊 他總共搭了170湯的Waymo 那這個傢伙呢 他把每一趟搭乘Waymo的詳細資料 通通都記錄下來 然後他自己架了一個網站喔 把他全部放在網路上面 那他同時呢 也把每一趟搭乘Waymo的這個旅程啊 把他錄成影片 然後上傳到YouTube喔 那他在這兩年之內呢 他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喔 第一個呢就是 在Waymo1剛開始營運的時候呢 其實每一台車上面啊 都有一個駕駛坐在哪裡 那這個駕駛他不是開車的 他只是確保說 當這個車子發生狀況的時候呢 他可以馬上接手喔 那麼即便呢 到後面真正 車子上都沒有駕駛之後呢 一旦啊 鳳凰城那邊的天氣變差了喔 這個駕駛呢 又會跑回車子上面喔 所以呢 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來啊 其實Waymo呢 對於他們自己的自動駕駛車啊 還是很擔心的喔 因為這種服務呢 其實最怕的就是出事喔 一旦你只要出事呢 你可能就是 永遠都沒辦法營運喔 或者說你要經過很長的檢討時間喔 那麼再來呢就是 每一台Waymo的無人車啊 都會跟著一台有點類似 工程車的人喔 在後面 那當這個Waymo的車子呢 發生任何狀況的時候呢 後面這台車的人就會馬上上來支援喔 從以上這幾點呢 我想大家就很明白了喔 Waymo的車子呢 為什麼不能夠當作一般的等級式的自動駕駛車來賣喔 就是因為它有相當多的條件限制喔 講白一點就是 還沒有這麼聰明的啊 好 最後呢就是等級5 全自動駕駛喔 這個是我們人類的終極目標喔 到了這個程度的汽車呢 對我們人類呢 會有一個本質上的意義的改變喔 它的存在呢 就會像是洗衣機或是麵包機一樣喔 我們基本上呢 從上車到下車呢 完全不需要操縱喔 它是一個全自動的車子喔 所以你一上車就可以開始滑手機啦 哈哈哈哈 那麼等級5的車子呢 有一個特徵呢 就是它沒有方向盤 那麼它也不會有油門喔 因為一切呢都是由AI來自動控制喔 那麼其實現在很多的車廠啊 都有等級5的概念車喔 不過 嗯 概念車嘛 就是這個概念喔 所以很久之後才會實現 那麼這就讓我想到另外一部電影喔 叫做關鍵報告喔 這個是2002年的一部科幻電影喔 它的導演啊就是鼎鼎大名的 史蒂芬斯皮博喔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部電影喔 因為它裡面走的路線呢 是屬於真實的未來 而不是想像的未來喔 它裡面有很多的科技啊 都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慢慢正在發生的事情喔 比如說 有眼球的掃描啦 還有那個 腦人的貼身廣告啊 然後還有 全觸控的螢幕啊 之類的喔 那麼呢在電影裡面出現的汽車喔 就是等級5的自動駕駛車喔 它是全自動的 而且它還可以垂直行走 很厲害喔 你想要開它呢都不行喔 所以呢 湯姆克魯斯要逃走的時候呢 它還要把這個車庫的窗戶踹開來 它才有辦法逃出去對吧 那麼電影的背景呢 是設定在2053年喔 所以呢 你跟我搞不好都有機會可以體驗到喔 那麼說完了自動駕駛的分級呢 我們就要來討論啊 自動駕駛對人類的影響是什麼喔 如果啊 我們只是造出了等級5的自動駕駛車呢 就像我前面講的喔 其實不會有很巨大的影響喔 它可能就是讓我們人類多出了一些 滑手機啊 跟辦公的時間啊 它呢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但它不是一個必要的選擇喔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喔 比如說像是計算機這件事情喔 在以前呢 我們古人用的計算呢 用的是算盤嘛對不對 它比一般我們計算的速度快了一點 但是呢就算沒有算盤 你還是可以算 就只是慢了一些嘛對不對 可是後來呢 隨著科技的進步呢 還有計算機的演化喔 那後來呢它連一些開根號啦 圓周率啦 甚至這些幾百億的數字呢 都可以瞬間算出來喔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人類就不能夠沒有計算機喔 所以呢 計算機就從原本的比較好的選擇 變成了一個必要的選擇 那麼自動駕駛車輛呢 要怎麼樣才會變成一個必要的選擇呢 現在的自動駕駛車啊 不管它再怎麼聰明啊 它都是以一個單體營運的方式存在的喔 所以它的身上呢 必須要安裝很多的攝影機跟雷達 去感知這個世界 然後做出回應喔 可是呢 如果每一台車都能夠連上網路 而且彼此都能夠交談的話呢 那就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境界喔 舉個例子喔 如果透過網路的話呢 我就可以知道 前方的路口有一台車呢 馬上就會出來了 那我就不用等到我的攝影機照到這台車之後呢 我才做出回應喔 又或者是呢 如果我可以跟交通耗子直接溝通的話呢 我就可以知道 這個紅綠燈什麼時候會變成綠燈 我就不需要等到我的攝影機照到這個綠色之後呢 我才開始做出回應 我甚至呢 可以把整條路上的紅綠燈資料呢 都收過來做分析 然後規劃出一條更快的路線喔 那麼為了要達到這些目標呢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5G建設喔 這就是關鍵技術喔 為什麼要用5G呢 因為4G太慢了 一台啊等級5的自動駕駛車喔 根據推測呢 每一個小時至少會產生1000GB的資料喔 所以呢 4G網路是完全沒有辦法承受這種資料量的喔 所以啊 當這些基礎設施都到位之後呢 自動駕駛的效率就會大幅度的提升喔 我們現在啊 無人駕駛車的設計呢 基本上都是為了適應人類開車的環境喔 但是呢 當整個城市裡面的車子都是無人汽車的時候呢 而且呢 這些車子彼此之間都可以互相溝通交流啊 我們還需要紅綠燈嗎 我們還需要車道嗎 我們甚至連速限都不需要了 所以到那個時候呢 有一個東西會消失 就是塞車會消失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想 整個城市的交通網路呢 都會被重新設計 但是呢 它的對象就是為了無人車而存在的 而不是人類喔 那麼在所有的路況都能夠預知的情況之下呢 交通事故的機率也會大幅降低喔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啊 每年呢 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呢 全世界大概有125萬人喔 那麼其中呢 有90%的交通事故呢 都是人為贏的數喔 人嘛 總是會覺得累啊 會分神啊之類的喔 那麼即使你很專心 有時候來撞你也是別人 所以啊 當這個5G的駕駛環境普及之後呢 人工開車呢 就會被視為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喔 所以到那個時候呢 我們的生活就會被徹底改變喔 到時候自動駕駛呢 就會成為一個 必要的選擇 那麼雖然呢 在完全的自動駕駛來臨的那一天啊 還有很久喔 不過呢 有一個問題喔 我們可能必須要先坐下來 好好地談一談喔 就是人工智慧的道德問題喔 我們今天呢 把開車的能力交給了AI 就表示呢 AI它會背負著很多的道德兩難喔 它必須要做出很多生死的抉擇喔 那麼這個在很多領域其實都是一樣的喔 不過我們今天先討論汽車就好了喔 在這個領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喔 他曾經在麻生理工學院呢 教過書喔 那他的專長呢 是電腦科學跟社會科學喔 所以呢 他對於這種機器人倫理的這種道德議題呢 有很深入的研究喔 他的團隊啊 在網路上面創辦了一個網站喔 叫做Moral Machine 道德機器喔 裡面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抉擇問題喔 比如說像是這個 你要撞死一個闖紅燈的孕婦呢 還是整車的人都死光光 你怎麼選 或者是這個 你如果左轉的話呢 會撞死兩隻貓一隻狗 那麼你直走的話呢 會撞死三個人 真的很困難喔 也許你會選擇壯食小動物喔 但是這個是正確的選擇嘛 如果呢 連人做出選擇都這麼困難的話呢 那麼機器要怎麼選呢 那麼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呢 自古以來喔 有兩個流派喔 第一個流派呢 就是邊慶喔 邊慶最有名的主張呢 就是公立主義喔 什麼意思呢 如果兩個方案都會死人 那麼你就選擇死比較少的那個方案就對了 那麼第二個流派呢 就是康德 康德的主張呢 叫做義務主義喔 你首先要去定義自己的義務是什麼 比如說呢 你告訴自己 我就是不能夠殺人 所以呢 在出現兩難的情況之下的時候呢 你就不能夠主動的去做出任何改變 否則呢 你就是殺人犯 這些人就是因為你而死的 所以呢 在剛剛的那兩個藍題裡面呢 如果你是邊慶的公立主義派呢 你就會選擇傷亡比較少的那一個選項 那麼如果你是康德的義務主義呢 那麼你就會選擇什麼都不做 讓車子直接衝過去 那麼從統計學上來看呢 其實喔 比較多人呢 都是屬於邊慶的公立主義喔 這個我覺得也不難理解喔 因為他就是比較容易做選擇嘛 對不對 死兩個總比死五個好 對吧 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也默默的在認為 幫我們開車的人工智慧呢 也要跟我們一樣 去把總傷害降到最低呢 不過有趣的事情來了喔 當這些人被問到呢 你會不會買這台公立主義的車子的時候呢 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是不會 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本來就應該先保護我啊 撞死多少人 關我什麼事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人工智慧的道德兩難的問題喔 我相信呢 你應該也會有一樣的回答 我為什麼要買一台 不會保護我自己的車子呢 對不對 但是呢 今天如果這台車子 即將要撞上的呢 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小孩 是你的朋友 那麼你還會堅持 這台車子一定要優先救你嗎 我覺得啊 人性呢 雖然有他自私的黑暗面 但是也有利他的光明面喔 所以我認為啊 人工智慧是永遠沒有辦法取代我們人類的喔 因為人性呢 是一個相當複雜 而且無法量化的東西喔 我們的世界上呢 有大部分的事情 可以有人工智慧來為我們做決定 但是呢 永遠都會有超出法理以外的時候呢 需要有溫度的人性來為我們判斷喔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跟機器人有什麼兩樣 對吧 好 那今天的故事呢 就說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可以考慮訂閱喔 那麼也歡迎你呢 跟我們留言分享 你對自動駕駛的看法是什麼 那我們就下一期節目再見囉 掰掰 然後我們想和你們說 閉嘴 那樣